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要进行接入的话 这个开发这个沙江环境呢 每个人实际上是都有的 我们直接呢就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直接去看一下 他所给我们对应的手机网站支付的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为了能够了解刚才所说的 对应的这样的配置信息有什么意义 我们必须要知道整个的支付宝的流程 是什么样的流程 那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他的开发者这个文档这里面呢 有一个对应的快速接入 在这个快速接入当中 他给我们提供了整个的支付的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给大家去提供的 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里面 所对应的这个图呢 也是从他的官网当中截下来的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眼 这个图所对应的一个意思所在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下这个图 把这个流程分析完成之后 再回过去去说 他所对应的整个那配置参数什么意义 就能够明白了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实际上在整个支付流程当中呢 是扮演着三方角色的用户 然后呢商务系统就是咱们自己 比如说是咱们的这个 plusk或者说就爱家 就是咱们说这个plusk 是咱们程序 还有谁呢 还有支付宝 是这三方系统 然后呢这三方系统当中的话 按照支付宝的流程呢 相当于代表是说 用户进行下单 下单的话就用到咱们的商务系统当中 然后呢我们的商务系统 要去生成一份关于 这个支付的订单数据 并且把这个支付的订单数据呢 发给谁呢 发给支付宝 这是他的流程 但是呢咱们在这里的话 不一定是说用户 直接在下单的时候呢 才能够去进行这样的请求 就比如说咱们 咱们的产品当中 是不是相当于是 用户间进行下单 下单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 收到订单数据保存 保存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是 这个房东在接单之后 用户是不是才能够看到 去支付那个按钮 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收到这些请求啊 所以在前面这个地方的话 不一定非得按照这方面去走 那咱们就按照咱们这个流程来做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一开始的 这个地方呢 是用户先去点击谁呢 在页面当中 刚才我们看到了 那里面有个去支付 相当于就是用户点击了去支付 在页面的那种去支付 去支付那按钮之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 当用户点击这个去支付 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那你说是应该直接 让用户进入到支付宝呢 还是说先进入到咱们的商户系统里面呢 应该是进入到商户系统当中吧 原因就在于说 你点击去支付 只是告诉我 你要支付的是哪个订单 然后呢 那订单的金额的话 必须我后端通过自己的程序 才进行控制吧 不能你点击之后的话 直接进入到支付宝 那那个金额 你就有可能改变 所以相当于 你用户只是触发了去支付这样操作 然后呢 告诉我商户 现在呢 我要进行支付了 所以呢 这个请求 还是去发送给咱们的发程序的 发送给咱们发程序之后的话 那咱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不是生成订单数据 而是说 咱们要去构造一个请求的数据 那这个请求数据是发给谁呢 是发给支付宝的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支付宝 他知道我们要发起这个订单的金额是多少吗 知道订单编号是多少吗 他不知道吧 我们得需要先告诉给支付宝 说 现在呢 我有一个用户 要上你那边进行支付了 支付的金额是多少 我们需要告诉他 所以相当于要去 进行构造的 就是构造支付请求 那构造这个支付请求的话 我们要给他发送什么样的数据呢 你说这个支付请求当中 要包含哪些东西呢 要包含的话 有一个订单编号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order ID 这个订单编号是谁呢 这个订单编号 是我们自己的系统当中 所维护的这个订单编号 我们需要发送给这个支付宝 支付宝当中要求我们说 你在去发送的时候呢 你要把你的订单编号 也发送给他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还要发送什么呢 还要发送这个订单的金额 订单金额 你需要告诉支付宝 这笔交易要有多少钱 这是这个最两个最基本的字段 除了这两个最基本的字段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会有像什么Title 就算关于给用户 支付宝在给用户展示的时候呢 这个订单的标题是什么样的信息 还可以去加上描述的信息 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那那个其他的信息的话 我们待会再说 这两个字段是最基本的字段 你看一下 通过这些最基本的字段 或者就可以让支付宝知道了 订单的交易金额了 再往下走 那除了这两个字段之外 还有什么字段需要传呢 支付宝说了 我们可以给他传的一个字段 叫做Return URL Return URL 这个Return怎么去理解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Redirect的 Redirect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回转吧 跳转吧 所以就相当于是 Return的话就是返回的链接 返回链接地址 返回的UIL 那返回的UIL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你去想 最终我们让用户信用到支付宝 进行支付 支付之后的话 一旦用户支付完成 那你说应该变成什么样的过程 是不是应该让支付 让用户再回到咱们的网站来呀 不能一直在支付网站里去做吧 所以支付宝就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这样的参数叫做Return URL 你可以让用户 最终在支付宝支付完成的时候呢 再回到你的网站 那回到你的网站的话 回到哪个网址呀 你是不是得告诉他呀 所以这个Return到 Return URL就代表这个意思 返回网站的 网站的URL 这是关于这个参数 那除了这个参数之外 还有参数 你要知道 这个支付宝在返回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他会带上一些参数 带上什么参数呢 通过这个参数 支付宝会告诉我们的网站 说了支付宝 用户这次支付的一个结果 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然后支付的那个交易 边编号多少 都是通过这样方式 给你批上参数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 通过这样方式 有一个返回链接 那除了这个参数之外 支付宝还能够再让我们传一个参数 传哪个参数呢 就叫做Notify Notify URL Notify这个东西 Notify这个单词之前见过吗 这不代表通知的意思 Notify是代表通知 通知的话 你去想通知的URL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所以就相当于说 你在这里面支付完成之后 支付宝既可以给你通过返回你的网站 还可以怎么做呢 他觉得有些时候 你的网站的话可能不太灵敏 然后怎么办呢 他还会在支付完成之后 在接下来的时间范围之内 再主动向你的网站 再发一个请求 你要知道这个请求 是支付宝发给你的网站的 刚才这个Return URL 是支付宝引导用户 由用户去跳转到这些的 底下Notify是支付宝发过来的 支付宝会向你的Notify的URL 再发几个请求 然后专门通知你说 刚才运户支付的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要告诉你支付的结果了 所以这就代表是支付的URL 因为支付宝要向你发送过请求 所以我们在咱们的项目当中 是不是可以去再构建一个接口 专门来去接收支付宝的通知消息 能明白这意思吗 那说这个NotifyURL 是不是就跟我们讲的 微信公众号开发里面的 专门用来接收微信 微信推送消息的接口 是不是类似于那东西 专门也是接收别人的消息 这是关于Notify的URL 通知URL 接收支付宝的通知消息 这是关于 那好了 这四个参数呢 是最基本参数 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Order ID Amount的金额是必须要传的 但是底下这个ReturnURL 跟NotifyURL呢 可传可不传 微信 这支付宝呢 要求这两个参数 你传了支付宝就按照你的参数 往上去操作 如果你没传的话 支付宝什么也不管你 这是关于这点 所以现在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需要构造支付请求 这个支付请求的参数 一旦构造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参数 发送给支付宝的这一方 发送给支付宝这个一方的话 怎么发送过去呢 使用的是http的方式通讯 使用的是http的方式 然后它相当于 给我们去提供一个网址 我们把这个参数呢 直接发到那个网址当中来 支付宝就收到了这样的过程 收到这样的参数之后呢 那接下来支付宝 然后呢 在他所画的这个图里面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虚线 代表是给用户去展示支付信息吧 那实际上还不是这样的东西呢 原因当中 在这两货之间还会有隐藏的环节 有什么样的环节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我们说 刚才我们发送给支付宝的呢 是进行的http通讯 那发送过去呢 是代表请求 是不是还会得有返回值 有响应啊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面支付宝在这次请求的时候呢 还会有返回值 有响应 返回给谁呢 返回给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发送去 这才代表一次请求 跟一次响应的过程了 那他会给我们返回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支付宝的链接地址 你先写下 这是返回支付宝的支付链接地址 那这个支付宝的支付链接地址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支付宝的链接地址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可以让用户去访问 用户一访问的话 是不是就是用户进入到支付宝的系统当中 可以进行支付了 所以这是支付宝先返回给咱们的flux程序 然后呢 咱们的flux程序之后 接下来咱们再把这个支付链接呢 返回给前端 然后呢 让用户直接去跳转到那个支付的链接地址吧 对吧 是关系这样的方式 相当于是反规用户 反规用户之后呢 那用户再直接去跳转到那个支付的链接地址 所以在这写下 这是引导用户 引导用户 跳转到支付宝 所以这样的支付宝的话 就刚才那个链接 我们要引导用户跳转过去 引导用户跳转过去的话 那用户是不是才能够看到那样的 跟对应的支付页面信息啊 然后呢 那接下来 接下来再往下走的话 是不是就跟咱们的flux 咱们的商户一种 也说flux程序就没关系了 接下来都是用户直接去跟支付宝之间进行关系 你去登录你的账号 然后呢 再去输入你的支付密码 支付宝这边收到这个支付的密码之后呢 支付宝知道了 原来你能够进行支付了 所以呢 他完成支付 一旦完成支付之后 那相当于用户跟支付宝这边的这个流程也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又变为支付宝跟咱们商户之间的关系了 用户已经支付完成了 支付宝统队告诉我们吧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有涉及到一共有三种方式 来进行获取支付结果 其中的两种方式 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一旦支付完全之后呢 支付宝首先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给他传单数的时候呢 传了return URL 那好了 支付宝会把用户引导到那个return URL当中去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返回结果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就是说 除了把用户引导到return URL之后的话 那支付宝呢 还会去向我们的notify的URL当中 去发的解决 如果我们配置的情况下 项目是能发送求 通过这样的两种方式呢 通通的我们的商户系统当中呢 都能够知道用户的支付的结果 这是关键的 那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还有那种方式呢 如果说我们的return URL没有配置 notify URL也没有配置 那这时候的话 相当于支付宝对你无能为力了 它没有办法主动告知你了 这是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商户系统当中还可以主动的 看这里面 叫做查询交易接口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咱们呢 还能再向支付宝 再发起一个请求 然后呢 在这个请求当中 专门去询问支付宝支付的 刚才我让你进行支付的 那个支付的结果如何 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所以相当于第三种情况下 是我们主动去询问支付宝的 采用这三种方式 哪种都可以 哪种方式都能够获取到支付的结果 现在这个流程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好 这个流程明白完之后 这个意思之后的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中 我们就可以在这三种方式里面去选了 我们既可以向支付宝发起这个主动交易 然后呢 我们可以采用前两种 采用前两种当中的话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方式 这个返回Return的URL 这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比较好说呀 这个ReturnURL 是引导用户去跳转回来的吧 所以我们现在去说一下 ReturnURL呢 是谁访问呢 我们再去写这个ReturnURL ReturnURL是支付宝 让用户跳转的链接 让用户跳转的链接地址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在支付宝那边 引导用户进行的一个处理项目 是关于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最终这个ReturnURL 是用户访问过来的 是用户访问的 那你说只要是说 我们那个提供的ReturnURL 能够让用户访问就可以了吧 那在咱们的这个项目当中 你说我这个ReturnURL 能不能使用局域网的IPG呢 可以吧 我们在咱们的项目当中 我们在进行这个开发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直接去给它提供的 是绑户在127.0.0.1的 咱们的PLUS讯息啊 然后呢前段用户 通过浏览器的话 是不是都是绑户在127.0.1 访问到咱们证品来呀 所以说那我对应的这个ReturnURL 能不能也设置为是 一个127.0.0.0.1的 某个链接地址啊 可以吧 因为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强调的 就是说这个链接地址 是用户访问过来的吧 那用户就是咱们自己的自测用户 就是咱们自己能够看到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能够去输入呢 局域网的IP地址 没有问题 因为它不是支付宝访问的 而是用户去访问的 这是关键点 那你接下来再看一下 那如果采用notify呢 notify看一下notify notify的这个UIL 它是谁呢 这一点是支付宝访问的 那你看既然是支付宝访问的话 肯定得是一个公网的地址吧 就跟微信是一样的 我再给支付宝提供一个127.0.0.0.1 支付宝能访问过来吗 肯定访问过来吧 所以呢这个notify的UIL 必须是公网的网址 公网网址 能够让支付宝访问 这是关于这样点 那左边那个地方呢 我们再写一下 这是让用户访问的 这是可以是 然后呢局域网 可以是局域网防止 只要能够让用户访问 到就可以进行测试 所以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 这里面呢咱们returnUIL 就拿这个局域网来去做了 但是在公司当中的话 这个地方你的用户 是不会跟我在一起啊 那最终也会是变成 我们是这个公网的这个网址的 这是关于这两个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咱们在这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咱们就去选择第一种那种 因为底下的话 我们还得再去部署到这个阿里云不再方便 所以呢这三种方式选择哪种都可以 那咱们就选择第一种方式 我们给它去配置一个return的 URL回转链接地址 这是关于两年 这种方式选择 我们就像这种方式选择 就像一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选择 这个地方你变成了